富池嫌我是个结巴 从不带我进他圈子 朋友聚会 他兄弟打去 你跟结巴怎么吵架呀 他的小青梅笑着说 一句话说三分钟 笨得很 上次他说不出来 都快要急哭了 众人笑作一团 看来是不打算给名分了 富池无所味道 哑巴一个玩腻了就分 后来 我挽着他亲哥的胳膊 出现在宴会上 对答如流 富池拽着我的手腕 冷声质问 你什么说好的 身边的男人搂住我的腰 笑着说 不好意思 他骂人一直溜得很 我顶着大雨冲进酒吧的时候 现场的气氛正好 富池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捏着小青梅的下巴 笑着跟他接吻 小青梅哭得梨花带雨 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富池眸色深沉 还跑吗 他戳气着摇了摇头 不跑了 只求你别再欺负我 乖 把酒喝了 我就不欺负你 我忘了推门 愣在原地 顿痛在心底一点点扩散开来 仿佛埋下了秘密扎扎的银针 我跟了富池三年 他嫌我结巴 从来不肯带我进他的圈子 而他的小青梅林浅浅 当年抛下落魄的富池人走他乡 才回国 就被富池带到了朋友面前 林浅浅灌下一杯烈酒 林浅已经醉了 无助地揽着富池的脖子 一副任人采邪的模样 富池眼底的占有欲越演越烈 在事情更糟糕前 我选择推门而入 富池 你的药 我浑身湿漉漉地站在门口 说话的语气带了颤抖 一到雨天 富池的趾关节就会隐隐作痛 这是他当年就我时落下的病根 我是跑来给他送药的 富池眼底隐隐染上不渝 外面还在下雨 你怎么来了 我怕你疼 富池是一服务生接过药 打断了我 这里太乱 回去吧 哟 富哥真心疼嫂子 林浅浅蜷缩缩在富池怀里 眼神迷濛地望着我 他身上搁着富池的外套 富池怕他冷 让服务生调高了空调温度 一群朋友热得流汗 不敢抱怨半句 这才叫心疼 林浅浅突然拽住富池 一压压道 让他唱歌好不好 你想听 富池眉眼一松 为林浅浅主动服软而心悦 他明知道 我这个样子 唱歌只会出丑 我后退两步 先走了 林浅浅突然咯咯笑起来 学着我的样子重复 我先走了 富池的眼睛亮了亮 毛子里染了清浅的笑意 抓住林浅浅的手腕 让他走 你走什么 我脸上活拉拉的 转身推开了门 最后一刻 我听见富池的朋友问 你的小杰八怎么吵架呀 林浅浅醉意朦胧的嘟弄道 一句话说三分钟 笨得很 上次他说不出来 都快要急哭了 富池吃笑一声 眼里的宠溺快要溢出来了 养不熟的小东西 我对你的好记不住 就晓得跟别人争风吃醋 富哥 什么时候跟小杰八分手啊 看你这样子 今晚得带林浅浅去酒店了吧 富池倚着沙发 冷冷道 接下一个玩腻了就分 说完 他看向林浅浅 眼中闪过一丝晦涩 只要能让浅浅回心转意 一切都止 可是他不知道 我的口吃已经好了大半 这次来本想告诉他好消息 现在看来没必要了 我失魂落魄的从酒吧里走出来 天空灰蒙蒙 还在下着雨 门前停了一辆黑色的冰铃 我冒雨来到车前 搓掉睫毛上沾着的雨水 车窗落下来 露出一张林立阴挺的侧脸 男人穿着黑色西装 男眼贵起 富先生 对不起 让您失望了 我小声道歉 车里坐着的冷漠男人 是富池的亲哥哥 也是富氏的当家人 富燕 几个月前 他找到我 严谨一概说明来意 富池是我亲弟弟 所以 我希望你们两个一切顺利 大约是为了宝贝弟弟的幸福 富燕请了国外的专家 耗费了很多钱 这才一步步让我口吃的毛病好转 可是 富池却不爱我了 富燕将视线从平板上收回 吐出两个字 上车 我拉开车门 生怕身上的水弄脏了他的皮座椅 上车后便缩在角落 富燕身上有种独特的气质 金贵自持 叫人又近又怕 他挂掉商务电话 看向我 那么 要不要考虑换个人喜欢 什么 我对上他清冷无情的视线 心紧的紧 富燕像在谈一桩生意 你可以跟我结婚 富池有的 我也有 甚至更多 例上来说 我比他合适 话落 车里陷入一阵沉默 雨滴敲在车顶棚 像积月的交响曲 我一时没缓过来 为什么 他好像 是在挖自己弟弟的墙角 富燕勾勾勾唇角 眼神光一片清冷 你知道的 爷爷催婚催得及 如果你愿意帮忙 再好不过 作为报答 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 当然 你也可以拒绝我 我给你考虑的时间 这一刻 我仿佛亏见了一个真正的商人 富燕比富池更加成熟稳重 懂得操盘全局 也懂得利益最大化 富家对我有救命之恩 偌大的恩情摆在那里 我似乎没有理由拒绝 最后 我小心翼翼的说 我会考虑一下 如果您将来有了喜欢的人 我们还是要离婚的 富燕的目光又回到平板上 轻声道 到时再看 这晚 富燕把我送回了出租屋 望着黑色的车 无声消失在暮色中 我打开了手机 富池几分钟前 发了条朋友圈 背景是酒店客房 林浅浅蜷缩在他身边 正在熟睡 嘴唇微肿 长发散乱 佩文 好乖 我望着天空 深吸了几口气 压抑下崩溃的情绪 给富池发了个 我想跟你谈谈 他没有回复 就好像死了一样 我知道 富池再也不会回来了 整整一个月 富池全然失联了 这天 我整理好心情 给富池发了分手消息 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鼓起勇气和富燕领了证 富燕工作很忙 林浅当天就去了外地出差 从民政局出来 富燕让司机送我回了 他在市区的别墅 又把我的东西 从出租搬了过来 领证第三天 富燕还在外地 夜幕降临 别墅里空荡荡的 我点了一盏小灯 走进主卧 卧室是灰白色调 简约风 空间宽敞 旁边的衣帽间里 摆满了富燕昂贵的衣服和手表 以及我的一点衣服 晚上十点钟 客厅传来开门声 我以为是富燕回来了 打开门 门缝里传来久违熟悉的声音 竟然是富池 我哥出差 今晚我们先住这儿 林浅浅急促的呼吸声传来 富池 我喘不过气来了 富池的低笑声传来 一会儿有你受的 寂静无人的深夜 我缩在床上 听着隔壁的动静 难受的喘不过气来 富池推开卧室门的时候 我眼睛都哭肿了 我泪眼朦胧 富先生 您怎么提前回来了 他手臂上搭着外套 似乎是直接从家门口走过来的 连放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风尘仆仆 身上带着一股夜晚的凉意 哭什么 那股清冷的吊吊 就无端给了我莫大的安全感 他摘掉腕表 俯身拖住我的下颌 这是你的房子 为什么不请他们出去 炙热粗糙的触感 制烤着我的肌肤 我耳根瞬间红了 他是你弟弟 富池为了富池 甘愿治好我的口吃 我有什么资格 把他的亲弟弟撵出去 隔壁这时又传来异样的动静 林浅浅的声音婉转前犬 我想下床找富尔塞带上 却因为太过匆忙 被矮凳绊倒 膝盖跪在地上 发出冬一声响 啊 我吃痛的叫出声 隔壁一下子就停了 富池叹了口气 弯腰将我抱起 急什么 他抱着我正要出卧室 突然门被敲响了 富池试探道 哥 带人回家了 下一秒 门把手就往下压 我紧张地动都不敢动 紧急时刻 富艳不急不许地拖住我 让我后背抵在了门上 我吓得急忙揽住了他的脖子 像个树带熊一样抱紧他 一冷一热 体温交织 视线下移 刚好看见他轻裂的毛子里 映出了点点慵懒的笑意 他的领带被我抓歪了 猴杰之下 露出了一小片缝隙 足以看见他精致诱人的锁骨 禁欲诱诱人 实在是犯规得很 傅先生 我声音都在发颤 突然意识到这个姿势十分暧昧 富艳压下眼底意味不明的情绪 会叫吗 我摇摇头 门外傅持有些心急 哥 你开开门 你是不是带着女人回来 傅艳笑看着我 说出的话就不带什么温度 我谈恋爱需要向你汇报吗 显然是独裁惯了 傅持一一 我刚才好像听到 你听错了 傅艳摞着我的腰线 缓缓下移 在我越发急促的呼吸中 轻声问 不会叫 那就唱歌 放心 你的声音很好听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夸我 我憋得面红耳赤 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小兔子乖乖脱口而出 唱了半句 我闭了嘴 因为傅艳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 你这句 很难让人抗拒 她的声音里带来一点动动人的笑意 像跟羽毛 挠得人心里发痒 我低着头 看都不看看她 脸憋得又热又红 门外突然就安静了 傅持声音在颤抖 哥 你女朋友到底是谁 傅艳咔搭上门锁 用不容抗拒的语气说道 今天是我和你嫂子的新婚业 她不喜欢噪音 所以 带着你的女人滚出去 林浅浅离开的时候 似乎哭了 伴随着微弱的关门声 世界重归寂静 可我 还被傅艳抵在门上 黑暗为她的眸子 染了一层说不明的暗沉 我有点热 动了动脖子 傅先生 哼 很晚了 你会累的 我紧张的话都说不流畅 不着急 还要给你抹药 她低哑又静愈的声音 在暗夜中格外撩人 傅艳抱着我 拉开卧室门 外面的风吹在我早已被汗水浸透的后背上 我打了个哆嗦 傅艳提了一药香来 蹲在我面前 昏暗的灯光下 她无名纸上的婚戒闪着光 让我有些恍惚 只觉得今夜发生的一切 就像一场梦 不禁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傅艳的情形 大一那年 我在全市的真文大赛上 荣获一等奖 学校举办了颁奖晚会 傅家资助了很多学生 包括我 所以那天 傅艳作为资助方代表 就坐在台下 傅池作为我男朋友 却嫌我口吃丢人 不到半场 便信心离去 傅艳不动声色的看完了全程 我发表获奖感言的那段 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由于我口吃耽误了进程 傅艳离开时 天降大雪 车子寸步难行 听说他因此错过了一个重要会议 学校老师领着我去跟傅艳道歉 傅先生 对不起 我动得嘴唇轻子 说话都带了颤音 黑色的车窗落下了一道缝隙 他的视线透过茫茫风雪 和我交织在一起 没关系 你的作品应该拿第一 天气不好 跟学生有什么关系 回去吧 那是我学生时代 唯一一次受到包养和关怀 我因此对傅家充满了感激 怎么了 傅艳的声音突然将我从回忆中拉回 他握着我的小腿 湿润黏腻的乳膏 经过指腹的摩擦 生出了温热 我笑了笑 傅先生 我会好好报答您的 傅艳听后 动作反而停了 叶唐从我18岁起 每年用于做慈善的钱 能达到几个亿 你觉得我需要报答 他抬起眼 目光像带了射人魂魄的钩子 还是说 你对傅持的好 是因为要报答我 被说中了心事 我匆忙转移话题 那你要什么 我要的 你已经给过了 傅持声线平和淡定 却势在必得 剩下的 在未来 我也会拥有 傅艳给我上完药后 又因为一通电话 匆匆离去 我摸着无名纸上的婚戒 心里生出暖意 似乎跟他结婚 也没那么糟 这一年的夏天 拖着长长的尾巴 迟迟不去 新闻社把我从娱乐板块 调到了财经板块 继续担任撞稿工作 同一天 傅持空降公司 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林浅浅成了他的贴身秘书 这天 我又在洗手间门外 听见了林浅浅的声音 隐忍的 委屈的婉转的曲调 见不见啊 林浅浅 傅持的声音 带着一股子怒火 应该是两人又闹矛盾了 林浅浅不甘示弱 不见 去找那街摆啊 傅总吃不了山珍海味 就喜欢吃馊饭 是 馊饭都比你好吃 傅持发了狠 惹得林浅浅直哭 我只觉得晦气 结果当天 失联许久的傅持 就找上门 小结巴 一个月不见 干什么去了 他把我抵在玄关 声音带笑 眼底却不满冷力 我每周都要进行语言训练 说过了太复杂的长句 但骂人不成问题 许是跟林浅浅吵了架 傅持浑身透着一股子偏致劲 他不顾我的挣扎 硬是把我拖上他的车 我要报警 傅持不顾我的挣扎 把我的包扔到后座 干脆利落的啰了锁 报什么警 不是想跟我见家长吗 今天家宴 我爷爷和我哥都在 介绍你们认识 我心里一沉 傅持 我结婚了 傅持一拳打在方向盘上 汽车发出了短促的鸣笛 每个眼瞎的看上了你 他眼底一闪而过的力气 在看到我的戒指的时候 尽数散去 我就说 怎么可能呢 他讽笑出声 别跟我扯谎 这破戒指连钻都找不出来 许你的怕不是个穷鬼 这个戒指是我选的 婚戒店里最便宜的那款 因为我不想太招摇 傅燕那个 更是素得没眼看 但他还是戴上了 见我一脸警戒地盯着他 傅持心情大好 这世上 敢跟我傅持抢人的人 还没出声呢 有本事 让你老公去傅家抢 傅持一路风驰电撤 带我去了傅家的家宴 我的手机在后座的座位底下 响了一路 下车时 我忍着恶心 缓了好一会儿 就被傅持拽进了门 跟靠在别墅窗边 打电话的傅燕四目相对 他指尖 还夹着快要燃尽的香烟 眉眼冷裂 似乎在处理什么棘手的麻烦 看到我 傅燕慢慢放下了手机 视线落在傅持拉我手腕的地方 莫名的 有些让人后脊发凉 刚刚给我打电话的 不会是他吧 我想把手抽出来 傅持不让 而是当着很多人的面 静止把我拉到傅老爷子面前 爷爷 这是我女朋友 我不是 我急忙辩解 傅老爷子说话却很利落 我知道你是傅家资助出来的孩子 是个好孩子 家世不是问题 只要人好 对感情忠诚 我就同意 傅持的眼神扫过角落 我这才看见 林千千也在 正一脸落寞的坐在那里 孤零零的 嘴唇都咬白了 又是为了气零千千 可是我早就厌烦了这一切 果断推开傅持的手 傅老先生 我结婚了 傅老爷子一愣 这么大的事 你们怎么不说呢 不是跟傅持 适合别人 傅燕在听到别人时 眉眼间多了点不悦 端着酒杯 转身去了别处 我还不知道 自顾自的说 恐怕傅先生 现在最想娶的人 是林小姐 她在我们还没分手的情况下 带着林小姐去酒店开房 一个月没回我消息 我已经默认分手了 现在我结婚了 她还想介入我的家庭 这么做 过分了吧 小少爷又劈腿 又当小三的 玩得挺花呀 这话难听 确实真爽 傅持没想到我这么刚 谁教你说的 不对 你什么时候嘴皮子这么溜了 傅老爷子一拐杖 扫到傅持腿上 林千千是什么东西 你敢娶他 傅持腾了闷哼一声 角落里的林千千突然扑过来 爷爷 您别打傅持 要打就打我吧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我默默退了出来 正要离开 突然 一只手拽住我的胳膊 狠狠一拉 我跌进了一间 没开灯的房间里 伴随着一阵轻微的咔哒声 门落了锁 紧接着 耳边传来低沉的声音 叶唐 我是别人 滴答 水滴敲在水槽的不锈钢面上 厨房里静悄悄的 只有我和傅燕 此起彼伏的呼吸声 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为什么不接 他问 我沉闷的心 突然就有了一丝松动 像是发泄委屈一般 抱怨道 刚才被傅持拖上车 手机和包一起被扔到后座了 说完又补充一句 现在还在车上 嗯 傅燕抚摸着我的耳阔 语调却有些冷淡 第二个问题 承认跟我结婚 很丢人吗 我这才意识到 他对我刚才的话有意见 我有些沮丧 第一次见家长 就跟傅持牵扯到一起 再把你扯进来 别人会怎么想你啊 傅燕突然笑了 怎么想 我说 接盘侠 大冤种 单纯好骗 单纯好骗 傅燕笑了声 低头稳住了我 突如其来的攻势 瞬间将我的理智 冲得七零八落 他 吻了我 傅燕吃过过河糖 压住了烟味 清凉和炙热 混杂成陌生又刺激的行动 他渐渐把我压在了厨房的玻璃门上 空气炙热 门外 傅持扯着嗓子 跟傅老爷子保证 夜堂马上就会离婚 他一点也不喜欢那个男人 就是前段时间跟我赌气 才去结婚的 门内 傅燕压着我 修长的手指 一由未尽地勾了裙摆贴合 而出的曲线 将我的反应 尽收眼底 悠然调侃道 他说 你一点也不喜欢我 是吗 我快要溺死在他的温身 软雨里了 揽着他的脖子 声音如震齿的蝉意 轻道发颤 傅先生 我们小声一点 外面都是人 他拉直了我的腰 先回答问题 今晚他主动到有了攻击性 回答问题 我就放过你 我两腿直发软 全身的重量都吃在了傅燕身上 在事情变得更糟糕前 小声回答 喜欢 傅燕的五指 滑进了我的发根 有些狼狈 几分钟后 傅燕从门后绕出来 顺手拉上了厨房的门 依旧是西装革履 英姿萨萨 只有厨房里被撞倒的清洁工具 昭示着刚才发生了什么 傅老爷子因为生了嫩气 去了花园散心 众人也跟着去了 我推开花园的玻璃门 清爽的风吹散了脸颊上的燥热 傅持正高谈阔论 我哥 一把年纪 各方面都不行了 留不住人的 傅燕看起来可不像不行的人 傅持开始显摆 还是要跟我一样 从上大学就开始培养感情 这样无论你怎么虐他 招招手 他就会狗一样的回来 我让他离婚 他立刻就离 我正要上前理论 突然发现自己的裙摆被抓住了 林千千抱着膝盖 蜷缩在角落里 眼眶通红 傅持要娶你了 开心吗 追到家宴上来 你脸皮这么厚啊 我陷入了沉默 先罢傅持 还是先罢林千千 是个很难抉择的事 他俩都挺贱的 他死死盯着我褶皱的裙子 都会当着我的面偷情了 也对 他总要做点让我上心的事 才好追我 林千千抬起眼 目光楚楚 傅持是我的 这是我们的情趣 你什么都不懂 一阵小凉风吹过 我肝大的头皮发麻 挠了挠额头 蹲在他面前 犹豫很久才问 你脑子让人挖了 林千千脸色出现了短暂的空白 你说什么 你妈没教过你 怎么当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吗 林千千仿仿佛被我看弱智的眼神刺激到了 突然在众人面前哭出声 明明你是个结巴 孤儿 没有能力 甚至嫁了个穷男人 可是你就是过得比我好 我知道 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 我不想争了 求你 让副总放过我 他这赌气的话 引得不远处的傅持发出一声吃笑 林千千 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你 林千千脸色瞬间苍白 不远处 傅燕正穿过人群缓步走来 傅持继续说 哪怕叶堂跟人离婚 我也愿意娶她 他丝毫不知 亲哥已经来到身后 夜堂 傅持深情款款地看着我 明天你离婚 我跟你去领证 只见傅燕在傅持的深情宣誓中 不急不许地抬脚 蹬在傅持的屁股上 下一秒 扑通 傅持失去平衡 一头扎进泳池里 水花似箭 看着傅燕优雅从容的样子 大家一时半会还没反应过来 他刚刚踹狗一样 把傅持踹下去了 傅持呛了几口水 冒出水面 又惊又怒 哥 你干嘛 疯了吗 快把我拉上去 傅燕站在泳池边 踢了踢他扒住岸边的手 小出声 你就是这么教唆你 嫂子离婚的 不想活了是吗 傅持傻了 冰克也傻了 林谦谦嘴唇哆了下 松开了我的裙子 什么嫂子 谁是嫂子 我小心翼翼地绕开泳池 走过去挽住了傅燕的手臂 在众目睽睽之下 突然开始掩面哭泣 你弟弟他又骚扰我 他明知道我们结婚了 还大言多惭地说 就喜欢抢哥哥的老婆 我好害怕呀 叶唐你别碰子 我那是为了气凌浅浅 我吓得躲到了傅燕身后 他刚才还说爱我爱得要死 是认真的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呀 傅燕眉眼中映出一点点笑意 也不戳穿我 附和道 是吗 那得让爷爷来主持公道了 林浅浅眼泪都忘了落 悬在眼眶里 不是这样的 他爱的是我呀 我打断了他 痛心疾首 林小姐 你不用替他说话 他洗不白了 林浅浅急了 怎么会是你呢 明明是我呀 他企图拉回众人的注意力 可惜众人纷纷摇头 林小姐 不关你的事 就别掺和了 闹到最后 傅燕傅驰和我 都被傅老爷子叫到了书房 傅燕察觉到我手心的汗 轻笑一声 傅在我耳边道 刚才编得挺好 怎么现在怕了 我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待会儿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有我兜着 没事 我脸色发白 胡编乱造也行 傅燕笑了笑 随你开心 说说吧 怎么回事 书房里 傅老爷子坐在对面 压迫感十足 傅驰喋喋不休 爷爷 叶堂是我大学时交往的女朋友 和我谈了五年 见我哥有钱 他就拍上我哥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傅燕眼都不抬 语气讥讽 你是好东西 好东西会劈腿 脚踏两条船 可怕得很 傅驰一叶 你一养我 傅燕扬了养眉 一副你能拿我怎么办的态度 傅驰一叶 叶堂 你自己说 我 我搜搜到傅燕身后 目光闪烁地盯着傅驰 我能说什么 总不能把你骂哥哥 和爷爷的话说出来吧 傅驰眼皮子一跳 叶堂 你他妈死绿茶 我飞快地缩回傅燕身后 点开录音 在傅驰牙字欲裂的目光中 手机录音开始播放 那个老不死的 有钱没出花 就喜欢资助穷学生 指望我哥 傅家早晚绝种 傅驰此刻 错愕的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他猛地扑向我 叶堂 你的贱人 给我耍音招 够了 傅老爷子 气得一拐杖 扫在傅驰的膝盖上 拐杖应声而断 傅驰惨叫着 摔倒在我面前 爷爷 我就是喝醉了 傅老爷子不听他辩解 气得直跺脚 叫律师 你协议 我要跟他断绝关系 傅燕带着我离开的时候 我不小心踩在了傅驰的胳膊上 地板上突然发出淒厉的惨叫 傅燕揽着我的肩膀 爷爷 我先带夜堂回去了 他受了惊吓 路都走不稳了 今晚的傅家 注定要击飞狗跳 我和傅燕回了自己的别墅 一路无话 刚进家门 傅燕突然长住我的腰 将我抵在玄关的柜子上 四周漆黑一片 还来不及开征 这是你送我的礼物 傅燕一改刚才的闲事 手抚过我的脖梗 指腹之下 是跳动的血管 很难说这是爱抚 还是狩猎 我心跳骤然加快 我说过 要报答您的 今夜 傅驰被踢出了继承人名单 继承权重新划分 最大的赢家是傅燕 傅驰什么时候说的那些话 上周 她跟林浅浅 在公司洗手间的时候 我解释道 我只想录下证据 避免她事后给我泼脏水 谁知道今晚就用上了 傅燕就这么沉沉的看着我 一言不发 难不成 是今晚闹得太大 给她惹麻烦了 我习惯性的道歉 下次不会了 话没说完 我发出了短促的尖叫 傅燕把我抱坐在柜子上 手撑在两侧 呈何为之事 将我笼罩在狭小的空间里 礼物很不错 可是我喜欢别的 别的 我一头雾水 你还想要什么 傅燕声音低哑 吻在我耳边 把那首小兔子乖乖唱完 怎么样 唇瓣一触吉里 却留下了她的温度 很快就化成了沸腾的水 蛊惑着我 向她沉沦 傅燕的呼吸变得沉而缓 像一条折服很久的狼 而狼 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傅先生 嗯 明明知道我抵抗不了您 那就放弃抵抗 唱完我会遭殃吗 傅燕抱着我 将我扔在沙发上 漫条丝里的解下万条 大概是连条命都没了 借着朦胧月光 我终于看清了她的样子 灰暗的毛子里 是浓烈的占有欲 在我还未反应过来之际 傅燕重新俯下身 轻声问 现在准备好继续了吗 我从来没想过 傅燕那么大的人 对那首歌 到了种痴迷的程度 我在床上躺了三天 突然接到了主编的电话 堂堂 我们有场重要人物的采访 你和林千千一起合作 谁的采访搞血的出财 谁就留下 没了傅持的庇护 林千千也跟我一样 开始出外情 做采访 我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 谢谢主编 我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的 这可是我第一次参与 财经板块的采访 当然不能放过 顺便还能躲到外面去歇一歇 当晚 我收拾好行李 给傅燕发了个消息 我出差了 去哪 为了避免被她抓回家 我随口胡周到 海南 好一会儿 底气不足地补充道 最近你痒痒身体 我都能想象到 她看到短信时挑眉的表情 傅燕没什么意义 只是提醒我 注意安全 我常舒了一口气 前脚出门 后脚主编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采访对象临时去了海南 我给你订了票 今晚走 时间紧迫 我还来不及问 就被抓上了飞往海南的飞机 飞机落地三亚 一开门 热浪扑面 副主编领着我们 直接入住了当地的五星酒店 我急着回房间 准备采访提纲 突然 就被人拦住了 叶唐 你好得很 坑完 我就躲这来了 傅持把我堵在门口 看样子 你跟了我哥后 过得挺滋润 想起上次他暴怒的样子 我慢吞吞后退一步 恰恰是这个动作 惹恼了傅持 他一把拽住我 跑什么 年了我五年 这么无情啊 挣扎间 他突然看见了我脖子上的吻痕 脸色一沉 你跟他睡了 跟你有关系吗 我们都分手了 傅持冷笑一声 你不就是看我哥比我有钱 我也恼了 他不光比你有钱 还比你人好 有担当 有能力 傅持都比你多好几块 是你你不选 傅持憋得老脸通红 你 你这是拜金 你清高 不拜金 名牌一拖 酒店一退 今晚光屁股睡大街 傅持快要被气死了 哪个混蛋把你街坝治好的 你 你 你 我眯着眼 学着傅持的样子 一句话说三分钟 笨得很 说完 一口咬在他手背上 他疼得发出一声惨叫 我飞快开门 躲了进去 当晚 我熬夜弄好了采访稿 做足了功课 紧张得连傅燕的消息都没有回 第二天一早 他打来了电话 干什么呢 我抱着一团资料 困倦到等采访对象 据说是大人物 但是副主编不肯告诉我他的背景 开忙和一样 什么时候回来 我故作惋惜 可能要一个星期吧 这么久吗 是啊 万恶的资本家 话没说完 我转过拐角 跟你在落地窗边打电话的傅燕 四目相对 清晨的阳光落在他灵力的眉眼上 添了份柔和 我读懂了他眼里的戏血 听筒里 传来了傅燕低沉的笑声 这么说 还是我的错 堂堂 快点过来 摄像大哥已经在喊我了 我飞快地挂掉电话 跑过去 连他的眼睛都不敢看 一个是采访团队 一个是傅燕的妮术团 人乌泱泱塞满了一间别墅花园 傅先生 夜堂迟到了 我替他向您说声抱歉 林浅浅今日显然是认真打扮过 穿着一身小香风 在人前走来走去 傅燕说 不是还没到时间吗 这也算迟到 林浅浅雨色 你们两个谁先来 阳光穿过树叶 一点点散碎的金箔 洒进了傅燕乌黑的眼睛里 他半眯着眼 像头慵懒的豹子 却难藏风润 林浅浅捋了捋头发 坐在了傅燕正前方 我先来吧 摄影师好意提醒 浅浅你挡进头了 他这才不情不愿地挪开 说实话 我有点紧张 毕竟是第一次 做财经板块的专访 我生怕自己准备不充分 林浅浅掏出笔记本 清了清嗓子 傅先生 能说说您几岁 开始接触公司的吗 话一出 傅燕的秘书团 都露出了迷茫之色 傅燕淡淡盯盯着她 16岁 您在管理公司的过程中 有没有有趣的事 没有 有受过挫折吗 傅燕的秘书长突然站起来 不好意思 能问一些专业的问题吗 我们的要求很明确 不做个人传记 林浅浅脸都涨红了 可是这都是大家关心的呀 抱歉 如果你继续问这些 我们会终止这次采访 傅主编急忙道歉 不好意思啊 新人没什么经验 同时示意我顶上 毕竟 我和傅燕的关系 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紧张得手心出汗 走上前 坐在镜头一侧 面对镜头 我第一次发言 竟然有颤抖 傅燕收回目光 看向我 这次 她的眼神冷肃专业 显然 是公事公办 我也端正了姿态 很快进入状态 傅先生你好 本期的主题是 科创新周期 影响资本市场的矛盾 就是各种各样的周期 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 是科技周期 请问您对这个名词 是怎么理解的 傅燕眉眼一书 声音徐沉 目前来说 我们正处在科技革命的 一个新窗口 传统经典框架下的分析 挖掘和架构 都会迎来重组 我对照着笔记 认真记下了要点 幸好 我能听懂 也能跟上他的思路 真正沉浸其中 便不怎么紧张了 一场采访 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期间 傅燕看我累 会叫停让大家休息 除此之外 大家都聚精会神 听得起劲 傅主编一个劲跟我识眼色 再挖一挖 加把劲 林千千百无聊赖 给傅持发短信 要他来接他 采访结束 我看见傅持正 怒不转睛地盯着我 眼神懊恼 傅主编拍了拍我的肩膀 堂堂 做得不错 林千千哼了声 采访的是他老公 不要让我失望 我点点头 主编放心 人群散去 我才突然意识到 自己还站在某只狼的地盘上 刚想逃走 就被傅燕揪住了趁衣后领 去哪 去 去吃饭啊 傅燕的视线 和不远处的腹齿交织 不动声色地搂住了我的腰 我觉得 刚才有的地方没说清楚 我们可以详细说说 我竖起耳朵 真的 嗯 真的 顺便把饭吃了 好 傅燕早就叫人准备了午餐 我风卷残云班吃完 就挪到傅燕身边 那我们开始吧 傅燕扫了眼我的笔记 第二页 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再补充几点 嗯 你说 傅燕一边说 我一边奋笔记书 等等 这个地方我还有一问 问 傅燕的手不知什么时候起 贴在了我的后腰上 隔着黑色的职业裙 掌心的温度 一丝不落地传了过来 我陡然停住话头 傅燕 你要干嘛 抱歉 第一次见你这样子 嗯 傅燕不知什么时候起 眼神都变了 他轻轻一拉 把我抱坐在大腿上 你这样 真的很迷人 待会儿去卧室 我们深入讲讲 确认完毕 他疯了 周一 我回到了工作岗位 同事对了对我 林千千已经交稿子了 听说写得还不错 不过用了你的视频资料 我起身去找了主编 办公室里 主编和副主编 正对着林千千的稿子 赞不绝口 你别说 行文思路十分流畅 做一个新人 不错了 林千千脸上难掩得意 主编 我的出稿已经发你邮箱了 我敲门提醒后 人就撤了 叶唐 林千千从后面叫住了我 366的问 副总私下里 给你开了多少小灶啊 我指示着他 坦坦荡荡 我跟你一样 在采访的前一刻 才知道他的身份 别遮遮掩掩了 能精准踩中副总的点 不是他帮你 谁信啊 副主编突然出来 叫住我 叶唐 稿子不错 这次用你的了 简单的一句话 让林千千脸上笑容顿失 凭什么 就因为他老公是傅燕吗 副主编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叶唐比风老练 行文中有独立的思想和深度 我为什么不能用 你可以质疑我的能力 但不能侮辱我的职业道德 明明就是势强凌弱 这破地方 谁爱戴谁戴 林千千一副 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 扭头跑了出去 采访稿已经发出 被各大财经报刊转发 傅燕的采访视频 上了财经板块的热搜 有眼见的路人 把视频发到了娱乐八卦群 叶唐不是专给我们拍路透的太太吗 爱唐唐 太太 你转行了吗 我回复道 没有转行 只是开始做财经板块了 我在网络上还是有一定粉丝基础的 评论区一片哀嚎 大大不放饭 呃呃 八卦界失去你 是全人类的损失 难道没人注意到 太太做财经专访 也很厉害吗 大学生表示 很有深度 短短两三天 八卦板块和财经板块 开始互相串门子 有眼见的人突然截了张图 圈出了我和傅燕的无名指 请问 这是情侣戒指吗 帖子里很快聚集了一堆看热闹的人 有人说 这个是婚戒吧 二楼 去百度看人物介绍 傅燕已婚 随即 帖子的评论开始呈指数增长 我趴在傅燕身边修稿子的时候 手机开始频繁震动 怎么了 傅燕问 我一头污水的打开手机 就看到了飞快增长的评论和私信 随手点进去 是一张图片 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字 我就来得及看清标题 妖艳于纪叶唐城高棱总裁傅燕 H 我脑海中锦鸣大作 不好 有诈 下一秒 我回头 对上了傅燕探究的事情 赶紧藏起手机 应该 没看见吧 没什么 太晚了 睡吧 我去洗了澡 回来的时候 就看见傅燕刷着手机屏幕 若有所思 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凑过去一看 那大开大盒的文字 创得我两眼发黑 你别看 傅燕笑出声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要不然我们试试 这里有两篇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手机最后掉进了被子里 那些热心产良的网友 也没有想到 他们笔下的每一行字 都在今夜被一字不差的时间了 我和傅燕的CP火出了圈 某天下班 傅持再次拦住了我 堂堂 一起吃个饭 我皱了皱眉 不了 我还有事 傅持一把拽住我 我看了你的采访视频 你真的很有想法 我不是最近才有的想法 从跟你认识的第一天 我就很有想法 傅持被我对后 切而不舍道 还记得我们大学时期 出去团建 你差点掉进水里 是我救的你 为此 手腕上还落下了一道疤 我吃笑一声 所以你想说什么 贤恩图报吗 在过去的五年里 我已经把我能做的 都做了 是你亲口说不要的 傅持神色一紧 我后悔了 我们重新在一起 好不好 你不要跟我哥了 他那样的人 早晚会选个门当户队的 一辆黑车停在我们旁边 傅燕落了窗 躺躺 在干什么 我冷着脸 十分不满 被傅持挖墙脚 傅持一秒怂 哥 你别听他血口喷人 我说 他想跟我复合 还说你老了 不太行 叶唐 你什么时候学会了 添油加醋 傅持脸上的委屈 都快意出来了 下一秒 我拉开车门 静止上了车 嘴里嘟弄着 要不把他送走算了 真的很烦 傅燕对着傅持微微一笑 明天你就走吧 去国外的分公司 哥 那地方鸟不拉屎 适合静养 傅燕握着我的手 感叹道 你嫂子心善 你该学会感恩 傅燕听到里面传来 林浅浅的哭声 傅燕哥 当年是我爸妈逼我走的 我现在无依无靠 傅持也不管我了 我该怎么办 傅燕语气冷淡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有手有脚 还怕养不活自己吗 林浅浅一夜 这不公平 什么不公平 你能把夜堂 从火坑里救出来 帮他在新闻社站稳脚跟 为什么不能救救我呢 傅先生 我也是被傅持伤害过的人啊 如果您不救我 我就 你就怎么样 傅燕急急淡定 就从我办公室跳下去 历数打个电话 有人要跳楼 报警 挂掉电话 他又说道 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 夜堂跟你 一直是公平竞争 如果我帮了他 此刻 你应该在垃圾站 问塑料瓶几毛一斤 而不是穿成这样 站在我办公室哭 林浅浅被保安拖出去的时候 刚好看见我 眼底满是愤恨和不甘 在他开口骂我之前 我说林小姐 你是成年人了 把心思放在事业上 少做点害人的事 应该会过得更好 我没想到 林浅浅听进去了 而且只听了一半 我和傅持以前的恋情 被人意外曝光了 软文铺天带地 纷纷暗示 我是为了身份和地位 才抛弃傅持 接近傅燕 在舆论闹得最凶的时候 林浅浅跑出来爆料 知道夜堂 为什么去了财经板块吗 因为财经板块更有发展 有傅燕给他托底 夜堂拼命几对其他新人 一家独大 他跟了傅持五年 是个结巴 后来治好病 转头就攀上了傅燕 手段了得 有人在下面问 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 林浅浅说 因为我就是那个新人 很快有人发现了 林浅浅的履历 不算新人哀 国外新闻学专业硕士毕业 能把高学历人才都挤下去 肯定有鬼 林浅浅很聪明 适当地推波助澜后 矛盾从一开始个人恩怨 上升为积极对立 网络上刮起了一股 阴阳怪气的风 打工人狠狠共情 最讨厌空降宾 他想嫁谁是他的事 来砸我的饭碗 我跟他拼命 啊 这么说叶唐的稿子 不一定是自己写的 有枪手的 那么有钱 找几个枪手算什么 虽然我和傅燕 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声明 可这场网报 就像突然掀起的飓风 将真相彻底湮灭 一时间群情激愤 没有人听 没有人在意 他们只想对着假想敌 发泄心中的不满 而我 成为了那个倒霉的火把子 事情越闹越大 甚至影响到了公司 主编把我叫到跟前 表情严肃的说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有两条路 一辞职 二 三个月后的东方新闻奖评选 用实力证明自己 东方新闻奖 是一个含金量极高的奖项 以沈平严格著称 任何参赛选手 都无法通过作弊的方式 获得这份荣耀 我想都没想 选了后者 背水一战 我进入了入职以来 最忙碌的阶段 加班 加到第六天的时候 傅燕准时打来电话 听着我疲惫的声音 他顿了顿 问要不要我来处理 我知道 他有专业的公关团队 可以轻而易举的 把这件事情压下去 可是 赌不如书 与其压住大家的声音 不如把实力摆在面前 让人心服口服 我拒绝了他 傅先生 这条路 我自己来走 林浅浅靠着这波舆论疯狂营销 入职对家的新闻社 据说拿到了一个大人物的采访 期间写出了稿子 质量还不错 大众越发相信 林浅浅是被排挤了 主编不断安慰我 没关系 我相信你的能力 交稿那天 我回到家倒头就睡 等一觉醒来 窗外漆黑如墨 耳边就传来傅燕的声音 醒了 一股沉闷闷的感觉涌上心头 我睡了多久 两天两夜 他稳了稳我的额头 我要时不时地摸摸你 确定你还活着 两天 我的心狠狠提起来 是不是出结果了 嗯 新锐记者一等奖 我难以置信地抬起头 企图在黑暗中找到傅燕的脸 傅燕抱着我的头 与我额头相比 亲密地蹭了蹭我的鼻尖 做得不错 我把头埋进傅燕怀里 眼眶湿润 这么多天来受的委屈 终于尽数宣泄出来 傅燕拍着我的背 很棒了 真的 林浅浅呢 没有奖项 我一愣 没有 嗯 新闻协会没有说具体原因 只是没凭上 打开手机 我发现林浅浅一天前发了个动态 斗不过 认输了 下面好多人问 怎么了 有人说被抢奖项了 不会又是夜堂吧 只手遮天啊 我就静静看着他搬动是非 甚至遇见了他的结局 当一个人无力抗衡的时候 那就让一个人的对抗 变成一群人的对抗 这是林浅浅教我的 当晚 新闻协会公布了获奖名单 我的名字位列第一 林浅浅删除了动态 众人纷纷猜测 是我向他施压了 然而很快 就有前辈亲自下场 东方新闻奖是不可能暗箱操作的 林小姐的发言 不光侮辱了记者协会 也侮辱了我们这些 曾经拿过奖的人 一瞬间 所有曾经参与过提名的前辈们 纷纷发声 其中有战地记者 也有深入基层 为底层人民发声的勇士 林浅浅一盆脏水 扣在了群体的荣耀上 好多业内人士 出来科普东方新闻奖 在新闻界的地位 并要求林浅浅给新闻界道歉 我很怀疑 林小姐真的是新闻系毕业的吗 你好像对这个奖项并不了解 有人发出质疑 林浅浅慌了 我只是不在国内 但是我上过学 最终 东方新闻奖官方号发布了一条声明 以针对林小姐的举报 进行了调查 经过专家组一致评定 叶浅女士的稿件 符合评选标准 林浅浅女士的稿件中 存在过多借鉴内容 予以退稿 评选过程公开透明 欢迎群众监督 吃瓜群众乐了 什么呀 就是内涵她抄袭呗 已经很给面子了 借鉴哈哈哈哈 不要脸 抄都抄不明白 有人爆出了 林浅浅采访赴燕那天的小视频 评论区炸了锅 救命 她真的上过学吗 问人家童年去世 对比叶唐的采访 真的 好丢人啊 视频放出钱 有内幕 视频放出后 叶唐是我老婆 谢谢 我跟了一条动态 亲者自亲 感谢诸位前辈的认可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事情发酵的第七天 林浅浅发了道歉视频 视频里 她哭着求网友原谅 然而没有人买账 八卦组的同学们 全程挤来 才经板块吃瓜 我主页下面热热闹闹的 看看 这才叫强有力的反击 不像林某 只会打嘴炮 老婆 你前一阵不说话 我还以为你被网报退网了呢 我回复道 众口说今 只好用事实说话了 后来 我便没再关注过林浅浅 听说她被爆出学术造假 毕业论文抄袭 已撤销学位 评选前夕 她借着导师的名义 采访到一个国外著名的经济学家 结果乱问一通 让她导师晚节不保 一时间 强导众人推 林浅浅的账号 也被官方封禁 我的评论区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不少CP粉还会定期写新的小作文 在傅老爷子的要求下 傅燕和我补了场婚礼 远在一国他乡的傅持回来了 看起来宝金风霜 憔悴了许多 听说她下了飞机 先去找了林浅浅 被林浅浅打得破了像 还在我们婚礼上被强制做了主桌 席间 傅燕笑着说 你吃不惯外面的菜 这些都是你嫂子特意让酒店做的 尝尝 傅持冷着脸 我不吃损 没事啊 是特意为我做的 傅燕随口说 一桌都是 说完 又补充道 你嫂子真爱我 傅持气得脸色铁青 连夜回了鸟不拉屎的分公司 我笑着问 你又不幼稚 傅燕哼笑道 请他他还敢英 不想活了 傅老爷子退居幕后 傅持有生之年 恐怕再也接触不到傅家的核心管理层 这次婚礼 当然还邀请了许多新闻界的前辈 敬酒的时候 大家纷纷恭贺 傅总好福气 夜堂可是我们新闻界的大才女 未来可期啊 是 我沾了光 傅燕的眼里满是温柔 从很久之前我就知道 他一定醒 有个前辈将我拉到一旁 笑着说 你知道评奖前 傅燕偷偷联系过我吧 我愣了一愣 是吗 心里却一沉 难道傅燕还是 前辈一脸乙母笑 他说 他紧张得快吐了 麻烦我们快点公布结果 他笑自己的妻子一觉醒来 就能听到好消息 对上我忐忑的表情 前辈哈哈大笑 放心 我们评选过程 不会受任何人影响 只是这次提前了一些时间公布结果 而且 他对你还挺有信心的 我看向人群中寒暄的傅燕 他似乎有所感知 也望过来 视线交缠 温情默默 也不知道这是第几次心动了 第二天就是东方新闻奖的颁奖典礼 傅燕亲自开车送我 远处车水马龙 都是来参加晚宴的大塌 不知怎么的 我们就谈起了前辈的话 我问 你怎么对我这么有信心啊 傅燕笑着说 因为我读过你的文章 也参加过你的颁奖典礼 我想起了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众人嘲笑的目光中 只有傅燕抬着头 一个字一个字 认真听到了最后 我害你错过了一场会议 我有些遗憾 傅燕开着车 驶出了车流 视野渐开 我始终认为 认真听讲 是对一个人最基本的尊重 那晚 我听完了你的最后一个字 就确信 留到最后 是值得的 叶唐 你的文章 是有灵魂的 我看得见 你走到那里 只是时间问题 不远处 车辆循序停在红毯前 巨大的探照灯 打在正中央 那是待会儿 我要走过的地方 也是我梦见过 无数次的地方 车缓缓停在了红毯前 窗外灿若白昼 傅燕解开了车所 他向我 去吧 去迎接属于你自己的荣耀 我深吸一口气 拉开车门 四目的闪光灯 瞬间将我包裹 好多人在喊我的名字 我脸上挂着微笑 一步步向着终点走去 学校阶梯教室 通往领奖台的小路 多年后 变成了鲜艳夺目的红毯 夜唐 傅燕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仿佛穿透了五年的光阴轮 正中我的心脏 大胆往前走 我永远都在台下 等你回来